王老师是中式园林设计界的大师 我们之前呢 是在同一个项目里认识的 综合发现有很多方面非常的契合 所以就成为了师生 但在我看来 我们之间更像是忘年礁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都是老板的回忆咯 对 我好像也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啊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好像真的来过这儿 顾川 王老师 好久不见啊 王老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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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太忙了 都没抽出空来看你 理解 理解 这你不都说吗 咱们搞建筑的 没有爱情 没有朋友 没有家庭 不过 这个女孩子 王老师 你好 我是顾总的助理 我叫江向宁 助理啊 以前顾川来的时候可没有助理啊 当大老板了 当大老板了 配处理配秘书还配什么 老老师 听说你来啊 你阿姨的肠子都毁清了 这不和她一帮朋友到这个什么九寨沟去旅游 看了视频 这个埋怨哪 其实你来啊 阿姨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都已经想好了 你看这阴差阳错 又错过去了 没事 王老师 今后我一定常来 走 咱们进去说 好 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水果 王老师 我帮你洗水果 好嘛 王老师 您去休息吧 我来洗就好 这小姑娘挺机灵的嘛 真的吗 可是刚刚在机场 老板还是我变笨了呢 是吗 你们老板会开玩笑了 她说得很严肃 很认真 过去我还担心她 会不会得自闭症 抑郁症啊 看来是我多余了 不会的 她现在每天骂我 很欢乐的 一会儿我得好好说说她 谢谢王老师 老板 吃水果喽 您在看什么 我就随便看看 每次来都这样 这就是我小时候 我跟我爸 你是说 这是你爸 是我 您是认识我爸爸叫广达吗 你 你是广达的女儿 她是我的学生啊 刚来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是个好苗子 我特别喜欢她 经常我都遇到家里来 来吃饭 这张照片 就是毕业以后 她来家里唯一的一张合影 没想到 没想到 对不起孩子 提起了你伤心的事情 没关系的 王老师 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会再难过了 反而今天能在这儿遇到您 我也很高兴 王老师 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帅 是啊 好多小姑娘都追在那儿 那还不是被我妈拿下了 王老师 这个是老板年轻的时候吗 是啊 老板 我是不是要叫你一声师叔啊 师叔 我给你那样东西 师叔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笔记 里面也有很多设计图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哪 是和你爸爸广大 一起完成的 既然你是广大的女儿 这个东西啊 就应该送给你 也许今后工作当中 你会用得上 王老师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广大的女儿 这一部分 应该送给你 希望你今后努力 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得比顾川江 好 不敢比 不敢比 王老师 你也太偏心了 这个笔记本我都没看过 大老板哪 就不需要这个了 需要 谢谢王老师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不敢跟老板比 但我一定会像我爸一样优秀 一定会的 来来来 吃水果啊 好 喜欢吃什么自己拿 梨 苹果 都可以 我啊这儿还有好茶 老地方你知道在哪儿 我明白了 我去找 走 一会儿呢 让顾川呢 带着你上外面溜溜 这里的风景可漂亮了 王老师啊 哪些是我爸的笔记啊 你看啊 我真是想不明白啊 王老师为什么就把笔记给你了呢 人品好 没办法 老板 今天我开心 你想吃什么 我请 我不开心 如果你要请的话 请我吃冰激凌吧 你不是从来不吃太甜的东西吗 别管我 怎么就出去 人品好 对 大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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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ath 你有闪 好 בע 是不是 你 这